請問你在6月9日,即是案發的前一天,你在做什麼? 我記得9日那晚8點多,我約了朋友出去喝酒 喝到翌日天亮8點的時候回家 都感到很醉,所以回到大陸睡覺了 睡到下午3點多,我前妻找死我,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在9日晚上8點到翌日10日早上8點左右 你都沒見過寶寶? 沒見過 那在9日你離開家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寶寶有受傷的跡象? 謝謝,房間閣下,根據呂蓉的證供 我的當事人根本沒進過寶寶的房間 那又何來約而呢? 法官閣下,我有一段錄音想讓被告聽聽 是,長 被告,認認得是誰的哭聲? 怎麼記得呢?你寶寶真的哭聲 每個人都一樣,我怎麼承認? 還有,我很煩,你關掉吧 那你認不認得這件衣服? 認得,阿小的衣服 他有買的 沒錯 這件就是受害人送到醫院時穿的衣服 那這件呢? 之前穿的一件 你怎麼知道的? 這衣服全部是他媽媽買的 我認得有甚麼奇怪 法官閣下,鳳芳的問題有案直無關 我之所以敢問 我是想證明被告在說謊 鳳芳,麻煩你說清楚一點 根據被告呂蓉所提供的證供 他在前一晚幫寶寶洗完糧之後 就換了這件綠色衣服 等到被告第二天八點回到家 他才離開 被告堅稱他沒見過寶寶 那我想問 究竟是誰幫寶寶換了進醫院時 穿的這件藍色衣服呢? 難道一個幾個月大的寶寶 他自己會換衣服? 解釋只有一個 當時屋裡只有被告和寶寶 也就是說,被告你說謊 你有進去寶寶的房間 你有見過寶寶 反對控方作出無實證的推測 我正想拿出實證 根據呂蓉的口供 他當日在離開被告家之前 已經把寶寶用過的尿片 丟到垃圾閘 那到底為什麼當日下午 會在被告家裡的垃圾桶 找到這條用過的尿片? 所以我理由相信 在呂蓉走了之後 寶寶因為賴尿而哭 吵醒了被告 被告就進了寶寶的房間 幫他換衣服 但是被告不熟手 弄髒了寶寶的衣服 所以就替他換了一件新衣服 但是寶寶沒有停止哭聲 被告一怒之下 猛烈搖訪寶寶寶 令他受傷, 是不是 不是, 沒有 我沒有進去房間 也不關我的事 你別亂說 我沒有 法官閣下 誰是誰非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數 被告這麼努力欠這個撫養權 不是因為他愛惜寶寶 而是因為他是原居民 他兒子會有丁權 希望將來可以賣了丁權來賺錢 是否一個以利益行先 不顧兒子死活的爸爸 怎麼可以讓兒子幸福呢 所以我懇請法官閣下 收回被告的撫養權 交他母親照顧受害人 本席宣判 裁定被告許家瑋罪名成立 鑑於案情嚴重 被他毫無悔意 證供前後矛盾 故判監四年, 即入還押監房 並收回兒子許漢心的撫養權 快點 快點 老婆, 繼續, 謝謝你 不用謝謝我 我幫到你我也很開心 我希望你很快開到寶寶的表演 我一個女人找了一個小孩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我沒有你這本事, 我很怕… 我前夫也因為另一個女人跟我離婚 我當時也覺得 這個世界好像世界每天一樣 情緒很低落 不過我朋友送了四個字給我 Kiss Keep empowering yourself successfully 即是說無論我遇到什麼事情都好 不要停留在悲傷裡面 總有辦法去解決 謝謝你, 你要保重了 莫大座, 那我先走了 恭喜莫大檢控官, 贏了單官司 謝謝 謝謝 怎麼卓Sir你們旁聽都不通知我一聲 免得影響你嘛 你也很厲害 你的影片都拿來做程堂證供 你們CIV經常塗垃圾, 我學你而已 其實前夫不肯給養肺 他沒辦法就要做兼職 做兼職, 做兼職 做兼職, 一時不小心 為了寶寶吃藥 那無論如何都要稱讚你 這麼下風也被你贏了 其實我多謝你 你經常鼓勵我 叫我不要放棄我才打贏 怎麼樣?這次上來 是否打算煮好的食物和我慶祝 剛剛相反 今天考考你做法式抗素味 抗素味很難煮 誰能做得到? 你不是那麼容易認輸吧 好, 現在開始吧 倒下去了 大公到城, 卓Sir, 嘗嘗一下 看看, 合物價 色澤金黃, 清色健低 很難喝嗎? 非常好吃 我被你嚇死了 知道我為什麼叫你做這個湯嗎? 有些事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 但只要你肯堅持, 一定有成績 謝謝你, 乾杯 乾杯 郭Sir… 是 大家都知道, 康Sir過身之後 他的位置一直都沒有人坐 接下來自任的將會是葉氏梁警司 我今天帶他來和大家打一聲招呼 希望以後合作愉快 大家好, 接下來有很多工作上的事 需要大家自交 卓Sir, 之後我們大把機會見面 我想順快收拾CIB的事 麻煩你把你手上所有的資料 傳到我的電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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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幫你 謝謝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经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 快点去下载这个APP来播剧吧